大家好,我是周政壇的時期生Conference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目前G01成就機制的一個規劃 那這個是目前Ronnie做的一個算是目前的成果 然後大家可以上batch.g01.tw就可以看到目前現在這個頁面 是當初有同意要提供他們這些資訊註冊到這個成就網站的人 然後他們就有一些簡單的他們目前所做到的成就 那這個成就系統它主要的規劃 第一個它是為了去整合社群的活動紀錄跟貢獻 所以就包含了大家在slack上面的活動紀錄 然後大家在hackmd上面有創了幾個pad 參加幾個pad的編輯 或是你在kktik上面有參與到大宗的幾次 或是你在github上面有做過什麼樣的貢獻 那這些東西當你透過這個各個不同平台的帳號 去註冊在成就系統之後呢 成就系統這邊會有個API去抓到 你在那個平台上面的做過的事情 然後就變成成一個成就機值去累積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也是為了我們 可以讓新手在參與社群的時候有一個 新手任務就是我們目前有那個新手任務的小紙條 那未來就希望可以把它整合到我們的成就系統裡面 就是引導新手們他們可以上slack去發言 或者是上hackmd上面建一個自己的pad 然後就藉此透過這個成就的機制 可以激勵大家就是在參與社群的各個面向 那目前的規劃的話 除了剛才看到以人為單位的介面之外 還會未來會有以坑為單位的一個介面 那坑主就是每個不同的坑主 可以去申請他們要成為一個坑的坑主 然後會有一個社群的共識認罪的機制 這個之後我們目前還在討論中 那每個坑的坑主他其實就有一個自訂成就的權限 因為每個坑像是什麼detectory啊 然後不同的坑他們有不同的需要完成的任務 那這些任務他們就可以發行他們自己的機制的成就 那未來的話就是不管是自動化 或是用工人智慧的認證機制 可以幫助我們發在這個成就上面會更有效率一點 那未來的可能性的話包含可能跟incentivize的這個坑合作 然後作為一個社群的名片或是錢包 對 然後是目前有畫出來的 如果是以坑為組的介面 可能會有一些像是坑之間的參與者 他們在各個人的面向 他們構陷的面向在哪裡 然後跟這個坑的距離 然後或者是目前以人為介面的介面規劃的話 會有像是關鍵字啊 然後他們做到的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做到哪些成就等等的 那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去上面參考一下 那目前需要的人力的話包含了前端後端美術 或者是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去tokenize這些成就機制的人 或者是這樣子你對於這個成就機制有想法的人 都歡迎加入到我們的周松的這個頻道 然後跟我們一起討論 好 就這樣 謝謝 非常感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tice